我的同事朋友,他们在高速相当于是离高速下的口,举个例子,有将近三公里,能下了将近两天两夜,有的是时间就是河山时间到期了。 我们一天上海两次,在当地,然后南通那边,我们到南通如东嘛,然后下高速也要做两次,相当于我们每天是四次。 上海疫情仍在持续,物资运输成为抗疫中关键一环,然而多地奔波的特点使得集装箱卡车常常无法满足各地防疫要求,以至滞留道路上。 前不久,上海市高速公路开始临时设置五处集装箱运输车辆专用服务区,为遇到此类问题的极卡司机提供后勤保障。 经常会碰到呢,就是到了上海之后啊,它的那个核酸可能会时间过期。 那么我们这个极卡服务区呢,我们这里目前是每天的下午三点到四点,会提供一次免费的核酸检测。 这个呢,也是解决了极卡司机的燃眉之急。 一般呢,待到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之后,就可以顺利的这个出行了。 目前呢,我们这个服务区呢,可以为司机朋友们呢,提供有24小时的便利店,可以购买一些方便食品。 我们这里呢,方便面,有牛奶,有饼干,面包,蛋糕等等。 另外呢,我们有24小时的这个加油,卫生间是24小时开放的。 我们这里还提供24小时的热水。 另外呢,我们这里呢,也有这个洗浴的设施,可以供广大司机们可以洗澡。 崔格军表示,有了每天的核酸检测服务后,很多司机停留一到两天便可以重新上路,滞留超过48小时的司机有所减少。 而对于防疫方面,服务区内也不会松懈。 如果是发现有阳性的,那么立即会联系120,把人员呢,走。 当然,在发现红码的时候,我们会把这些人员在现场作为临时的一个隔离措施。 周边是一个围风区域,那么做一些消沙工作。 如果120把人接手之后呢,我们会请专业的这个消沙单位,就是疾控部门,进行专业的末端消沙,保持两个小时以上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